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经文的进度在出埃及记34章27到35节 昨天讲到重新立约 那么除了十戒 上帝又特别强调了 关于信仰不可以掺杂 也再一次明确的设立节旗 因为我们说了 节旗都有预表的意思 都指向基督指向救恩 那么今天这个段落是一个呈现起后的段落 一方面总结了前面整个金牛犊的事件 也为后面建造会幕做一些预备 27节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 你要将这些话写上 这些话当然就是指前面所讲的那一番话了 那当然这些全部的内容记录下来 就变成除埃及记了 因为我是按这话 与你和以色列人立约 哇这里就很特别 因为前面摩西在祷告里面 一再强调一再表达的是 岂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去 使我和你的百姓 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 所以当时候摩西在祷告的时候一直强调是 我与以色列百姓 那在这里上帝就很清楚的回应摩西 按这话与你和以色列人立约 摩西在耶和华那里四十昼夜 就是在西南山 也不吃饭 也不喝水 耶和华将这约的话 就是十条戒写在两块板上 一样上一次在山上也是四十昼夜 这一次也是 那再一次上帝再把十戒写在两块板上 也就是说再一次立约 立约完大家都同意了 那再把这个约条内容写下来 二十九节 摩西手里拿着两块法板下西南山的时候 不知道自己的面皮 因耶和华和他说话就发了光 这也是说摩西因为四十昼夜 在那里很近的亲近神靠近神 那么他的面容 显出了上帝同在的那个荣耀 那到底是什么样 具体上我们不清楚 但是神的荣光 这里神的荣耀 神的荣光所代表的 就是神的同在 我们看到旧约 就是说神的脸光照我们 神的脸面看我们光照我们 意思就是说 神的恩典 神的同在 神的祝福领导 可是我前面已经说了 上帝的同在 他是我们盼望神同在 我们盼望神的祝福 可是神的同在 对罪人来讲也是危险的 在西乃山 在上帝降临的时候 我们看到 我们希望神与我们同在 这个观念我们讲过 可是神的同在 是有雷轰 闪电 密云 脚身盛大 然后全山冒烟 耶和华在火中 降于山上 山的烟气上腾 如烧窑一般 变山大大的震动 有脚身 渐渐的高而又高 等等 有声音听得到的 脚身 轰隆隆的 有感觉到的地震 有看得见的 密云雷轰 有耶和华降临火山 而且神跟人有一个界限 不能跨越的 神要来与以色列百姓同在 神要在我们中间 这件事情对人来讲 是承受不住的 承受不起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是罪人 我们是软弱的 我们是败坏的 而神是全然圣洁荣耀的 所以人没有办法 直接去承受神 荣耀圣洁的统在 那么 所以当摩西的脸面 发光的时候 他所代表的 有几个意义 一个是 神已经悦纳了 以色列百姓 愿意再和以色列百姓 同去 所以重新立约 所以神愿意继续 不仅带领摩西 也要带领以色列百姓 往迦南地区 这是神的祝福 但是呢 同时 上帝是不可轻慢的 神有跟人之间 有个神圣的界限 所以中间呢 他为什么摩西 有一个慢子 那个慢子 后面三十节 说亚伦和以色列 众人看见摩西的 面皮发光 就怕爱敬他 他们平常不怕摩西啊 之前甚至还想把摩西杀死了 抱怨的时候众人聚集啊 那个时候情况很危急啊 可是呢 这时候却怕他 那是不是怕摩西吗 他们怕的是 摩西反照出来的那个荣光 有神的同在 有神的荣耀 所以摩西的脸面发光啊 他们害怕 所以需要一个慢子 遮着 所以为什么要那个慢子呢 那个慢子 所代表的就是因为 以色列人的心刚硬 他们的悖逆 才需要那个慢子 因为当时候他们拜金牛犊 所以当 摩西这一次下山的时候啊 他们心里面是非常的 敬畏跟害怕 因为之前 上帝的圣洁 这个公义 使得 以色列有三千人被杀死嘛 被击杀 对不对 所以这一次摩西又下山来的时候 他们看见 哇摩西脸面发光 一方面 上帝的同在代表神的祝福 神悦纳这个约 另外一个方面 以色列百姓也学会了 上帝是不可侵卖的 所以这个我们就看到 这个怕子所代表的是什么呢 神 圣洁的神 与软弱的犯罪的罪人之间 需要有一个遮蔽 在西南山 那个是什么呢 那个是云彩 云彩遮蔽 在命运当中 上帝临在 不可以靠近那个山 上帝的荣耀 被这个云彩遮蔽 在摩西这个时候呢 所代表的是这个怕子 对不对 那后来往后 在会幕里面 所代表的是什么呢 就是那个慢子 明白我的意思吗 那个怕子之所以需要存在 慢子之所以需要存在 是因为人是罪人 当耶稣基督在十四架上 舍命死了之后 这个慢子离开 就有一条这个路 可以使我们直接到 至圣所里面 可以直接到施恩宝座前 所以人的罪没有出去 那个怕子就必须做一个遮掩 所以是这样的意思 31节摩西叫他们来 于是亚伦和会众的官长 都到他那里去 摩西在跟以色列人 说话的时候 他的脸上是带着荣光的 也就是说象征着神的统在 带着神的权威 他先找了首领 首领先去 首领没事 以色列百姓比较赶过来 所以32节随后 以色列众人都进前来 他就把耶和华在西乃山 与他所说的一切话 都吩咐他们 当然就是在信仰不可以掺杂 按着神的方式规定来敬拜他 按着神所吩咐的节旗来献祭 然后摩西与他们说完的话 就用怕子蒙上脸 也就是说 除非与神面对面 与人说话 代表神的那个荣光 神的同在说话 其他的时候 摩西都要把这个帕子蒙起来 我们讲了 这个延伸到后面就是会幕 平常圣所的曼子是遮掩的 除非献祭的时候 上帝规定的时候 或者赎罪日大祭司 一年一度进到至圣所的时候等等 所以这个帕子之所以存在 它是因为人的心刚应 因为人是罪人的缘故 就必须有那个帕子 所以这里他就讲说 摩西与他们说完的话 就用帕子蒙上脸 就是日常生活 摩西是 这个帕子有点像一个 一个搏杀 就是里面的人可以看到外面 但外面的人看不清楚里面 但摩西进到耶和华面前 与他说话就接去帕子 与上帝说话 你不需要蒙着帕子 即使出来的时候 便将耶和华所吩咐的 告诉以色列人 所以这里有点是一个中保的概念 对不对 把神的心意律法 透过摩西 所以摩西带着荣光 告诉以色列百姓 是一个律法的中保 也像先知 神把话告诉摩西 摩西呢 把神的话告诉百姓 所以摩西在这里 有很多重的角色 在祭司制度设立以前 他也像一个祭司 所以摩西在这个过渡期 他扮演了很多 很重要的角色 那么 三十五节 以色列人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 摩西又用帕子蒙上脸 这里是说 除了摩西到耶和华面前 与他说话的时候 接去帮子 以及跟以色列众人说话的时候 带着神的权威权柄 说话的时候 没有帮子 其他的时间 他都会蒙上 用帕子蒙上脸 然后等到他进去 与耶和华说话 就接去帕子 那么这一段是很特别 我说是成先起后 因为荣光 一方面对以色列百姓来讲 是一个祝福 表示神悦纳 这个约神同在 这个荣光对以色列百姓来讲 也是一个威胁 因为神是全然圣结 而他们是罪人 所以这个帕子的必要 是象征了因为人的罪 所以在哥林多后书 保罗也引用了这一段的经文 他来说明 在更多后书的三章 那么我们没有办法 每一节就讲 我们就讲几节 特别在十四节那里说 但他们心地刚硬 直到今日 颂读旧约的时候 这帕子还没有截去 保罗的意思是什么呢 保罗的意思是说 这个帕子 因为我们说 为什么需要这个帕子 这帕子所代表的是 人是个罪人 可他说呢 当时候的犹太人 从摩西那时候 一直到现在 这个 他们还是没有办法 藏着脸去看见神 还是没有办法去 面对神的荣光 因为他们还是 读不懂神的心意 那这个帕子要怎么接去呢 他说十四节说 这帕子在基督里 已经废去了 那我们知道吗 我们刚才讲 这帕子在会幕 所代表的就是那个慢子 耶稣基督 他受死的时候 断气的时候 慢子就裂开了 所以 人就可以坦然无惧的 到十恩宝座前 到神的面前 我们就不需要 因为这个帕子本来就是因为罪的缘故 现在我们就可以藏着脸到神那边去 所以 保罗就继续讲说 十六节 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 帕子就几时除去了 他在说明这个 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 十八节 我们众人既然藏着脸 得以看见主的荣光 也就是我们现在可以直接到 施恩宝座前 我们可以直接到上帝面前 我们在敬拜他 我们在送上他 然后呢 好像从镜子里反照 我们去到 我们就变成像摩西 到神的面前 敬拜神 那么神的荣光呢 直接反照在我们脸上 就变成主的形状 荣上加荣 荣上加荣就是呢 荣光呢 逐渐的加增 因为我们不断的朝见主 敬拜主 我们就越发的 有主的荣美 有主的形象 如同 从主的灵 变成的 哇 这是非常棒的恩典 今天我们不需要像 这个旧约的时代 有慢子 我们进不去 不像旧约的时代 不敢 直接看见神的荣光 借着摩西 而且摩西还要蒙上帕子 现在我们可以藏着脸 直接到施恩宝座前 我们可以直接到神的面前去 那么 我要表达是说 我们更应当常常到上帝那边去 让神的荣光来返照我们 常常亲近神 读神的道 祷告 聆听神的声音 按着神的心意 活在神的爱中 所以我们的生命就越发的显出 那个荣美 对人的爱 对人的恩赐 对公义的 出于公义的义愤 我们的心里面的想法 思维 我们越发的像主 各样各样 心思意念 越来越像这一位主 所以我们的生命就越发的显出那个荣光 我们在看这经文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羡慕摩西 哇 他可以去进到耶和华面前 与他说话 而且呢 是接去帕子的 因为摩西 他在神的家 全然敬重 全然忠心 全然的顺服神 可是今天呢 保罗告诉我们 我们也可以藏着脸 到上帝的面前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就每天 我们更常 时时刻刻 进到神的里面 我每天早上起床 我会看到师母 他一起床 他就开始播放诗歌 播放许多讲道 他随时在听着讲道 他在 惯喜听着讲道 他在料理三餐的时候 他听着讲道 常常他在炒菜的时候 他就在那里大声地祷告 那么我远远地在看他 他眼睛炯炯有神 在思想着 神的道的一字一句 或者我看到他 在为弟兄姐妹 祷告的时候 他哽咽也落泪 为着弟兄姐妹的状况 需要在那里心疼 在那里求神 求神医治 求神灵敏 我看到一个爱主的姐妹 非常的荣美 各位弟兄姐妹 求神帮助我们 今天我们可以藏着脸 到上帝的面前去 求主帮助我们 就是时时刻刻到上帝的面前 让我们身上可以显出那个荣光 叫世人看见我们与人不一样 我们显出神的爱 神的慷慨 神的恩赐 让教会在社区里面 也被人家看见我们不一样 叫人看见我们 他们会知道 耶和华明明地与我们同在 与教会同在 彰显那个荣光 彰显那个神同在的那个威严 圣洁 求神帮助我们 我们今天比摩西 站在一个更有恩典的位置上 我们从今天起 就要好好的来亲近他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 我们会羡慕摩西 他可以藏着脸到你的面前 他的脸上可以反照 你与他同在的荣光 主啊如今 我们的罪已经全然的 被定在十字架上 我们可以藏着脸到 上帝的面前 后主啊求你使恩帮助我们 时时刻刻到你的面前 请敬你 依靠你 叫我们生命当中 更多的显出那个荣耀 显出你同在的那个恩赐 显出你同在的那个圣洁 求你使恩祝福你的教会 在世界各地的教会 特别在疫情影响的这个时候 我们活出那个盼望 活出那个力量 活出那个圣洁 活出那个你同在的大能 谢谢主 听我们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